這個一斤一百六 鮮美可口的各式水果 擺在攤位上 不禁讓人想失職大動 但有網友來到基隆 仍愛市場這間水果行 卻被價格嚇一大跳 世家 木瓜 火龍果 買了這些水果 總共六種 卻要價八百多塊 不會太貴一點 看起來怎麼看起來 好像也不會到八百塊這樣子 世家喔 那也是差不多三百 我跟八百差太多了 實際攤開每樣水果的單價 世家重二十六兩兩百六十八元 藍莓一盒一百 日生木瓜十三兩一百二十八元 俗稱恐龍蛋的玫瑰禮 零點三五兩七十八元 火龍果則是十八兩一百三十七塊 最讓人吃驚的就是蓮霧 一顆售價甚至超過一個便當 這一名網友還抱怨 買回去的世家還爛掉一半 這個水果很不錯啊 會常常來買 實際來到這一間水果攤 不少在地人選擇光顧 老闆爺有話要說 我有問他說 他要放著還是要現吃 他說要現吃 現吃當然要給他 有熟成度的世家 夏天他不是蓮霧的產季嘛 他冬天才是盛產季 所以夏天你要選蓮霧 當然他的 他如果有到貨的話 他的成本相對的一定會比冬天高 但實際來到基隆市區的 另一間水果攤 同樣品項 單價卻只要一半左右 怎麼漂亮的話 你賣六九七九八九都沒關係 可是你賣到一百多塊的話 別人看的不會香嗎 網路上正反意見都有 有人說這裡本來就貴 之前買顆鳳梨就要兩百多塊 也有人說這間水果品質不錯 又甜又新鮮 畢竟水果品質品種的好壞 價錢差很多 民眾在消費之前 恐怕還是得先開口問問 可別買貴了 瘦了一肚子氣 三零新聞林俊華 趙國人 江翔 低隆報導